哈囉各位國蓋 如大家所見我眼睛受傷了啦 2022年的12月31號當天我 因為一場訓練意外 然後眼睛被重職 當時也沒多想什麼 因為就痛嘛 然後也不是第一次被打到眼睛了啦 所以我想說應該沒什麼事情 後來1月1號的時候 我還是決定要去醫院一趟 我們先診診A醫院 A醫院幫我做了頭部的斷層 然後發覺我的眼眶骨有骨折 當下我還蠻驚訝的 就是我以為沒什麼事情 結果哇爆炸 大概是3個月總會恢復 然後因為視力也有下降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帶個眼罩 以免到時候恢復的時候 就是兩邊好像視力差還什麼樣的 我忘記他用什麼說法了 當下是講說我的視力是會恢復的 但是幾次回診之後 就這樣一直沒有做什麼處置 完全沒有開刀幹嘛的 就越來越覺得奇怪 然後眼睛越來越痛 重點是他越來越痛 到現在2月了 我到第二間醫院檢查 他說我會這麼痛 是因為我裡面的神經有受傷 然後裡面有一些肌血跟睡骨 眼球也歪掉了 下陷了 A醫院都沒有發覺 他們說現在要對這些東西做處理 不管是我要幫眼睛做減壓 還是心理斜壞 或者睡骨之類的 包括我視神經的問題 就是都太晚了 如果當初實際醫院沒有幫我處理的話 現在都已經太遲了 後來又跑了另外幾家醫院 好像醫生也都有了相同的講法 另外他們就只是補充我的眼球 我跟視網膜好像會不會差不多了 狀況是OK的 就這樣而已 視力啊 然後睡骨啊什麼的 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我受傷當時沒有受到妥善的處理的話 好像現在做什麼都為時已晚這樣子 我現在真的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聽起來是永久性的傷害 我再受到衝擊勢必會 我不知道究竟只是會痛到受不了呢 還是會再對我的 視神經或腦神經有任何的 損傷之類的 我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老實說我是真的還蠻無奈的 我沒有要對A醫院做任何的告訴什麼的 也沒有要對我們的公司新人有任何的 求償之類的 沒有 只是我是真的 沒有受到妥善的處理 是真的還蠻 蠻無奈的老實講 這種傷害我不確定我還有沒有辦法繼續當動作演員 就這樣吧